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武汉发炎已经视约香港几个月了 现在正值还是高峰期 我们在这两个月走访了不少的户主家 他们都会说我现在住在那一屋 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确保到 跟屋的卫生去保障家人的健康和安全呢? 大家留意一下以下讲解吧 回到家第一件事当然要把自己洗干净 我们需要假设自己身上 包括衣服和皮肤的表层可能会带有病毒 所以第一件事是要把我们的衣服放进洗机洗 第二就是把我们的手和面都要洗干净 最理想的就是立即去洗澡 还要记得消毒你们的鞋 包括鞋面和鞋底 此外你们的背囊、手袋、饰物或手标都需要消毒 此外当然要保持我们室内的环境卫生 首先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 所以我们要多开窗 另外还有勤抹窗 还有抹家室内的器皿 用什么抹呢? 当然是可以杀灭冠状病毒的清洁剂 记得每天都要抹一下 要好好地处理家庭的卫生问题 当然不少得处理好我们家的浴室和厨房的排污渠 入细菌、入肺气的问题 问题分为三大类 排污渠的损毁、排污渠的满漏 以及排污渠里面的隔气失去功能 我现在逐一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家的排水系统的确是细菌从公家渠走入屋的传员 所以我们要定期检查我们座次后面的渠有没有满漏 我们还要定期倒清水进去我们的地台去水里面 以达至水风的效果 如果浴缸或棋缸是很少用的话 都应该要这样做 当然也要检查我们洗手盘或厨房升盘下面的隔气 或者相关的喉管 看看有没有满漏或损毁 喉管的位置 好像浑渠 洗手盘下面的隔气 我们都可以通过目测 可以看得到它有没有损毁 另外做个提示 如果它流水的话 试想像下污水都可以流出来 入面的汇气又怎会跑不出来呢 至于喉管满漏测测试方面 我们要对着所有外露喉管的接驳位进行测试 我们可以自制 翻简水 或者买一些可以支出泡沫的清洁剂 对着外露喉管的一切接驳位进行 噴灑 令到上面产生泡沫 然后开水喉 开窗开门 去尝试改变喉管内的气压差 接着观察下喉管面的气泡有没有移动 如果有的就真的可能滲漏 废气就可以出入喉管了 我们可以在喉管的接驳位上 接玻璃胶 去封实滲漏的位置 记得要将整个接驳位完全用玻璃胶遮盖 大家不要想着去到这里就大功告成 有没有想过你们的企缸去水浴缸去水 地台去水外面是没有U型格气的呢 要找其实不难的 你首先可以打开窗试一下 看一下见不见到 或者在家里第二个位置 看回相应外层的位置 看见不见有一个U型格气 好 假设有 有没有想过 废气可以通过你整个U型格气 可以冲回到屋里面的呢 首先我们要进行测试 看看有没有这个情况发生 我建议大家用两架厕纸 濕了两边 然后盖着整个去水位 包括浴缸起缸去水 和地台去水 盖着两边 然后开抽气线 开窗或者开门 亦都是用改变气压差的原理 去看看纸巾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动动 如果你家里的排水系统有损位 没有U型格气 或者U型格气有深流的话 就尽快要找专业的水喉师傅处理 权而知计可以用毛巾 用胶纸暂时封住去水喉 不要用着先的 相信在大家注意卫生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疫情很快就会减退 今天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和分享我们的post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去公众厕所 不知道他们的局务情况的时候 记得要戴口罩 一下吧 Woody 计划 如果我们下集的 扣 开迪 开远 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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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迪